歡迎柯智恩 柯智恩或國民黨征召出站高雄市長 首先被質疑的就是上節目說 政見絕對沒有愛情摩天輪 被質疑切割韓國瑜 每個人也不用特別在這邊 不斷地強調說柯智恩跟韓國瑜 到底是如何 各位性別不同 法量也不同好不好 但畢竟對手陳其邁有執政優勢 柯智恩空站可以靠黨中央 陸戰就得靠自己 喊話下週就要搬到高雄 下禮拜去高雄找房子 現在有幾個地方 一定會很快時間在高雄 然後戶籍當然也會欠 藍營高雄中有最強母雞 小雞第一時間掛上競選看板 只是除了柯智恩 還跟前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合體 怎麼看都顯尷尬 至於要迎戰柯智恩 高雄市長陳其邁老神在在 原來是客 那我相信他來了以後 就會體驗到說高雄農的熱情 有幾次到高雄 在高鐵人遇到我要去哪裡 其邁市長那時候是立委 都還會請司機幫我繞一下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 某種程度的溫暖 陳其邁這句遠來時刻 道出自己的主場優勢 柯智恩聽了也回贊很溫暖 雙方似乎想先禮後兵就等柯智恩到高雄 藍綠最強母機正式啟動選戰模式 近新聞謝嘉玲東一捷採訪報導